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不知道做什么 那感谢我一个朋友 当时每个礼拜来 接寄我一次 送点钱给我吃饭 那要感谢那个二房东了 他就说 他认识一个出版社的老板 说去他们杂志社 有个编辑结婚 生小孩去了 有个空缺出来 就问我要不要进去这个工作 那当然就说好 人生就是这样的好玩嘛 就是说你当时那么排斥的工作 却后来就为了走投无路 没得饭吃还是要去 总之我就一直在出版业 工作也运气很好 一直一再遇到愿意提报我的人 所以就竟然从没有工作的情况 就九年的时间里面换了四个位置 正好四家公司 从最基本的编辑到主编 总编辑到第四个工作 就到了时报去当总经理去了 所以就到了时报的程序 心里一直就从小时候就有的那个 叛逆跟抗拒的心 就会觉得这个虽然我进来工作了 但是这不是我真正什么 写完的行业 但是我一直会想说 可不可以做些别的 所以有时候会帮电视 什么写写剧本啊 有的时候会当时电脑开始 Apple II出来会去学什么 写Basic的语言 诸如此类 就总是想要说 有一天如果不再出版业的话 我可以做什么 一直在想 那他一直到在这行业里面 十六七年之后 有一天早上才突然间 有了一个觉悟 知道说 这到底行业 自己喜欢的工作真正是什么 也很喜欢的 也很喜欢的 你个人家有点 在想要这个 请您帮我签个手 是 是 对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很好 你好 好 谢谢 好